就在大家迎接虎年到来之际 国内却面临马来亚虎数量骤减危机 半岛森林目前只剩下不到200只马来亚虎 尽管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近年来推动圈养繁殖计划 但是协会主席凯云表示 圈养计划仅仅是辅助项目 当局应该制定计划 让大型的猫科动物回到栖息地活动 才是解决危机的上上之策 我们的质量和栖息地活动 是一种的支持者 对海马马来亚虎的质量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保持它在海马马来亚虎 在它们的生活中 我们需要有海马马来亚虎的质量 在我们的栖息地活动 在我们的栖息地活动 坎云指出一只熊虎的理想范围活动是200的350平方公里 才能确保马来亚虎繁衍下一代 目前先会和野生动物保护与国家公园局 共同收集马来亚虎的相关数据 透过配对方式减缓国内老虎灭绝的速度 感谢观看